-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2016英雄联盟直接联赛 我们下期赛事 那我们刚刚的第一场投赛已经顺利的结束了 最后是由Newbie2比0击败了VG 对的 其实跟我们赛前可能想象的有点不大一样 觉得这两趟队伍就可能危机胜算会稍微大一点 甚至可能会打到一个2比1的一个状态 因为两支队伍的实力非常接近 然后这种Ruby是利用这个巨模前期的一个优势 中期带塔是直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包括最后这个一波的一个情况 也是危机稍微上头了一点 三个人去抓了一下对面 一直把他们打得 就是感觉已经对这个巨模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厌恶 所以必须要出动一个式的兵力去干它 最后没有干死 然后最后基地没了 满伤的 巨模还是发育起来了 然后基地还被偷掉 而且第一把其实大地的一个亚树 也是带给了我们很多惊奇 可以说这把的第一把的一个波赛 其实表现的两支队伍表现的都非常的精彩 那接下来的两支队伍呢 要来继续进行的比赛是IG对上RNG的一个对决 那这把对决当然对于IG我们已经提过了 现在队伍可能算是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潮 是的 就是现在IG的一个积分就比较严峻了 就刚好Ruby也赢了一场比赛 然后现在对于IG目前的一个积分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没有很难去争夺前面就是前四围的一个榜单的争夺 因为他们今天面对的RNG如果再输掉这场比赛 将会被Snake和Ruby拉开一定的差距 就相对A组现在SAT 也是一个没有威尝一胜的一个状态 所以相对的可能会掉到一个比较后半段的一个位置 那马上来看一下IG的一个选手吧 当然IG在这一季赛里面一开始拿下了两顺以后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因为KID跟姿态的两名选手的一个状态 在夏季赛开始是蛮不错的 对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IG来说 势在必得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他们才能够把自己的积分 然后跟这个Snake和Ruby目前争夺一下 那Ruby最近使用了一把 应该也是实际上小剑的一个盐阙的一个中单 也是看得出来这支队伍的一个可塑性 以及战士的一个变化性 对 英雄池嘛 英雄池的确太深了 那在整体的一个数据上面 现在下路线Ruby跟Tobby的一个组合 的确是IG可能下地赛 如果产要起到最后的GEO赛门 以及取得最后三支的一个 国际赛的一个代表权的话 下路线可能要再往上提升一些 就更稳定的发挥一些吧 就还是要多多的磨合一下 IG就从取胜的那一把 就是用一个双传送 就是中路的卡牌 是Luki最先拿出来用的这个打法 而且上单的姿态的一个箭机 但接下来这个对决里面 他们面罢再用这一套打赢过EDG 对的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 IG感觉整个队伍的气氛 包括心态 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的 在一个蛮开心的一个状态 去迎战RNG 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势头 我们来看一下RNG的一个首发 五位选手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当然在本周四对上EDG的那场比赛里面 两场比赛 其实一二场都是谁拿到优势 谁掌握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局面 对 的确在两次长队之前的一个交锋 之后可以发现 就整个比赛的节奏 就是看谁前数五分钟打得更好 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然后就能够滚起一个不错的雪球 当然在最后一把的决战局里面 Def也是跳出来 让EDG顺利的收下了那场比赛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胜负 然后目前的一个数据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在 不管是KDA的表现上面 以及整体的一个吉他参与来说 这支队伍的确是现在LPL顶级的一支队伍了 对 就包括就是MATA这边 如果再稳健一点的话 其实他的KDA会更高一些 就感觉MATA的确在夏季赛 以及春季赛都有这种打现过程中 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些致命失误的一个现象 是的 就相对三位国内的选手的发挥 可能就在于这种 组网比上面就更过于稳健一些了 对 就整个KDA都是丙列榜单的前茅 但RNG在打团的时候的 LUFER跟MATA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恐怖性质 我相信大家在机动冠军赛都有记忆 对 也是很厉害 对 如果再更加稳健一些的话 其实我觉得几经最后的一个决赛是没有问题 当然大家所关注的也是这场对决的 两边的打野的一个较量 因为都是顶级的国产打野包含了我们的海神以及麻辣枪锅 最近的越南打野SOFT加入以后 其实大家对于打野的一个专注度 以及他这个理解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提升把握 对 大家也开始慢慢注意到打野的一个 就不是单纯的只是打野怪 就偷buff 甚至说就拿龙这么简单了 就更多的还是在一些细节上面 对于一些野怪的时机的把握 然后入侵野区的时机 然后和辅助的一些联动 都成为了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 正式进入两方的一个BP 蓝色棒是我们的AG 红色棒是RNG 来看一下第一支是把UDI的一个女警给BAN掉了 就先封锁一手女警 好 先半下路的一个双人组 直接是半到了女警和巴折 那就要放出来的东西有点多了 MATA的一个巴折的一个开团能力是底尖的 就我们甚至在技能关系下看过就是8点的大招 直接预判了对方垂直拉登楼的一个位置 是的 那AG最后一手也是针对了一下小虎的一个妖姬 对 半掉了这边小虎非常擅长使用的 包括最近的状态依然也是不错的小虎 针对一下 那这把依旧是两个打野 暴力跟千诀都没有收到封锁 这一把马拉香过有机会可以拿到暴力 就相对暴力和千诀这两个英雄更适合相拨一点 就可能小孩这边运用的并不是这么的好 对 小孩的挖掘机跟九筒可能是更为出色 哦 这边是把九筒给封锁掉了 扳掉了小孩的九筒 那这样的话小孩目前的英雄时 就剩下这个挖掘机和蓝枪最近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感觉现在红色方一定要封锁的 就只剩下瑞姬跟吸血鬼的一个封锁率也是比较高一点 对 就相对现在一抢的话成为IG比较调特的一点 就要不要围绕Yuki这个点先帮他拿一个沙皇也是不错 包括现在卡尔玛也在外面 所以一抢卡尔玛会合理一些 还有一个巨魔的一个动摇性 也要看一下这场比赛两边会不会对巨魔有所想法 先抢一个卡尔玛 那这边RNG回头应该我觉得要封锁一手轮子八了 就不能让这两个英雄到一边 就先拿一个轮子八之后 然后再拿一个就像之前我们说的 就真的一下打野 就挖掘机这个点 但现在其实外面的东西也有刚刚你说的巨魔 也有沙皇 看这边RNG怎么要处理吧 就我觉得拿手都可以 但是打野这一手我觉得 封锁挖掘机会稍微合理一些 毕竟麻辣香锅的就刚刚算是要抱你千诀 是他使用率非常高的英雄 但挖掘机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的确是拿了破坏一下对方一个双妈组合 那这把可能UDI要拿西威尔来做使用 对 就的确不能放回对面嘛 这两个英雄就两边其实都非常散张使用 还是进步到6.11版本的一个BP 所以两个队友还是比较接近版本 就没有像之前的一场比赛 是比较像6.10版本的一个BP 对 这边是考量一下 打野这边先选的放掉了 给KID有机会拿到挖掘机 因为更多的是小虎的妖精被封锁 可能也是考量到对方如果选择沙皇的话 小虎这边没有太多的英雄可以来对抗 其实小孩也会用暴女嘛 就放一个挖掘机给你 只是这边自己相互也可以拿一个暴女 虽然都是得到一些虚弱 但是现在暴女依然在野心非常强势 对 那这边RUN是很快速地把卢仙给锁下来了 看小孩这边想要选一手蜘蛛 然后更多的来帮助下路线滚卢仙的一个优势嘛 对 就我觉得还是挖掘机好一点嘛 如果对方在拿到了沙皇和西温 你再放给对面挖掘机这样的英雄 我觉得不太好 小孩这边考量的可能也是在这场比赛 可能IG在蓝色方定进的一个战术异体 对 那这样IG前三手选人 就只有一手卡尔法稍微转一点 就后两手的话可能会亏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还有就刚刚我们说的巨魔 其实这把的一个阵容配上大户也不错 IG这边的阵容选的比较前期一点 就想要在前期打步节奏嘛 包括AD这边也是选择比较凶的一个卢西安 所以这把是RNG线上选择就是这个要 至少在如果被抓到换线啊 就如果他们肯定会主动换线 如果被抓到换线的话 对面一定要能打 所以还是要补一手纳美 就如果不得已的情况下 对到了一个30妈加上卢西安 还是要靠纳美前期的一个抗蟹能力 抗压能力 强光这边好像在考虑瞎子啊 就瞎子前期对上蜘蛛的话 就是两个英雄看谁前期的节奏更好了 盲森的确这一把选出来是 其实还行 对还行吧 因为对上蜘蛛前面的一个高能力的一个gank 主动性质来说盲森是很好的一个反对英雄 但最后还是稳了一手选了一个来挑 但南疆对于线上的一个方式 就没有盲森来得这么的高了 对所以这把可能要看一下ng能不能换到线 以及前面小五队上的一个对方的中单英雄是给予的压力 不给西威尔发育的时间 包括也是不给沙谎发育的时间 就这把你觉得ig的一个前期节奏 靠着蜘蛛的前期优势 以及卢西安的两件套拿到的时间点 还有中单的一个poke能力 在20分钟的时候 很有可能可以把ng逼在一个二塔 中路二塔前面做防守 但是这手维路斯的最大隐患 就是对面其实有一个辣妹的 就可能你在对线的时候好打沙谎一些 其实到了中期的poke 如果并充率不是特别高 甚至说一线直接穿到两到三个人 其实还是很难消耗到一个 能够把对面压残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也是rng选到自己非常擅长 而且喜欢的一套阵容 在路要的西威尔和沙谎 最后是补了一手巨魔 那这样巨魔可以在中期的时候 利用分带去延缓一下 ig前面的一个进攻节奏 对那整体可以看到 的确像在bp上面 ig这边二三手是拿了一个蜘蛛和卢仙 相对亏了一点小东西 就登记的这个阵容上面的话 可能rng要更全面一些 毕竟两边的一个bp 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rng在失去小五次妖际的情况下 还是拿到了一个沙谎 对所以奠定了两边的一个 节奏的一个差异 所以ig这边前期的节奏 就尤为重要了 就是小和能不能利用吃猪这个点 然后帮助队友去带起线上的节奏 就包括配合下路的一个对线比较强势的一个优势 然后配合中单 rofi到了六级之后的一个点控 s 这边有两条线的一个优势来看一下两支队伍 今天第一场的一个较亮 好的 进入到召唤师峡谷第一条龙 我们可以看到是刷的风龙 好 两支队伍的一个加油声 当然这一把比赛对于RNG来说是很重要 能不能追上EDG目前的一个六分积分 以及对于IG来说也是魁为已久的一场胜利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其实天赋 南枪这边还是最近从越南打野加盟了之后 然后现在南枪基本上都是带雷霆的 南枪都是基本上带雷霆的 以前会比较时光 中期会使用时光之力和这个嗜血多一点 现在就一开始南枪在打野的时候会带雷霆 后来就慢慢变了 现在又是回到一个雷霆的一个选择 在前期的一个其他打野的虚弱后 南枪带了雷霆 其实前面的野区碰撞上面并不吃亏 那在实时支持率上面 是RNG拿到了八成三的一个支持 是的 也是根据两边最近的一个状态和成绩来定的 两边的双人线应该是要准备对上了 Ren跟Tabi这边感觉有点想要过去骚扰一下对面 但其实眼睛有看到对面并没有打算吃蛤蟆 那这边是Mata跟UDI用的一个套路 是正面就有直接推线吧 他们是要直接推线还是过去骚扰一下 骚扰一下对面也打不了 也可以 这边Mata过去看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UDS直接在线上推线 对面只能吃一个小的 然后兵线也会同时被压制 就唠了一个 就可能已经被对方在核道放的一个视野 所以选择在正面 然后在时间到了就再进去烧了 对 就这样 其实前期亏一个小石头的经验也无上大雅 因为兵线一直会被压制 可以看到Mata也是利用一个达文就弹到两个人 那这波的抢二时间点来说 RNG很有可能可以掌握到二级的一个先手 那这样就不会被对方的一个 组合给压制住 这波Mata又是一个成功的W KID是起玩为自己的上半步 刚往红区 马拉相关这边的一个进度稍微慢了一些 下路抢到了一个二级 UDS跟Mata很成功地把兵线给推进去 那这样就相对可能 RNG第一波会找到RNG下路的机会 因为下路这边推陷真的比较厉害嘛 就如果他们不推陷的话 这边卢西安的威胁也是蛮大的 对 来看一下现在马拉相过了一个动向 吃完红buff并没有往下半步也去靠 但有机会要来尝试上路的一个夹击 这边是抓了一个艾克二等的一个时间 可能有机会啊 姿态这边被咬了一下减速到 又是一棒子跳上去 那这边一个一级呢 他往后侧 一个加速过后 哇 这个伤害太高了 前夕雷霆蓝枪 现在配合红buff的一个伤害 两席的姿态完全扛不住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gank 感觉是有点让姿态没有异想到 对 就毕竟打野应该都是起了上半步 双人线一开始的一个动向都可以绝撤 那这边 娜拉相过是选择了一个雷霆的 早期的一个线上支援 很有成功的一次突袭 是的 小孩想要尝试去把这边的蓝buff给偷掉 然后但是对面两个人已经包过来了 那这个蓝buff也是没有反掉 满伤的 这个蓝buff比较难 其实难道 因为中下的线都是RNG的一个推线局 就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其实看到蓝buff的第一时间过去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那这边是成功了一波 一血的一个 获取以后 RNG下路线持续压 这边中路这边小谷的沙皇 感觉也没有被Luky给压得太凶 是的 那现在小孩也不敢主动 就去干坑下路 因为下路这边双人组压得也比较凶 其实 因为辅助这个卡尔玛 可能早期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就怕蓝枪带反盾 因为刚刚也是知道 蓝枪带他们的野局 不敢太贸然的去刷这个下路 下路打得很凶 这一波是 RNG利用自己的技能躲过了 对 原来这边单是一个战战领主的视觉 线上的一个消耗能力 配合Mata的一个回血 也是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优势 就不会被压 只是对线就是一个不错的优势了 而且中路这边是刚刚应该 小虎在线上的一个杀兵成功的 打残了Rookie 逼迫他第一个时间点就要回城的话 漏了一些刀了 对 中路的炮车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吃到 这边两边的辅助的燃量都不是很高的 就看谁带的回来更多了 这两个辅助都是必须要带回来的 哎 这边他比没有电刀啊 这个漏了个炮车满伤的 下路Mata打得非常的激进 对 他的 他的这个W都是弹到两个人 这样就是会形成一个不错的消耗 他自己的消耗品已经用光 这边反身他比一个增强Q 就Q到了两个 血量打得蛮多 是的 这个Q的收益蛮高的 但后后面回回头的一个W是没有练到 往后自己的往后侧了一步就断了 Rookie这一场比赛中单的一个维鲁西带的是急跑 比较少见的一个维鲁西的选用 这个 下路两边辅助都是带着出落 感觉还是不大能够打得起来 这边Rookie有了水滴以后 自己的蓝量可以继续维持 对于小虎的一个压力可以慢慢显现出来 对 中虎这边也是拼得比较凶 上去给一剑 在这边换血可以看到Rookie并不赚 在旁边蜘蛛就在 海神就在旁边 这边有机会散现上去直接一技能吗 就这边有一个进化 还是谨慎一点 对 这边的第一个进化 先掌握一下蓝枪的位置吧 这边还是怕蓝枪在后面反盾 对 蓝枪现在其实从右侧的位置 也没有被视野给察觉到 吃了一个核道线 这边香锅过来 可以看到这边没有眼的 想要尝试一波GUNK 要绕过去 那种虎这边先相遇了 小虎擦眼的时候被KID给看到 放了一个睁眼 这边可以看到香锅也不敢绕后 不知道对面的三角草有没有眼 而且蜘蛛的位置已经被察觉到了 这时候下去先手 必须双人线双刀都在 就拖到蜘蛛过来的话 要被反手打一套 就留人能力还是大美的控制不是很稳定 两边充足的也是一如既往打的比较凶 在这边沙皇蓝枪还比较充足 血线上比较危机一点 度过B线推进去以后 看一下小虎怎么做选择 是的 他这边是可以看到 还有一定的恢复补给品 那这样ROKE要不要要回家了 现在在IG的一个蓝buff区 有一个对方留下的一个针眼 是抓到了蓝buff重生的时间 麻辣香锅现在状态不错 但蜘蛛已经过来 先看到这个针眼 这边练到了Mata 看一下怎么说 给上一个治疗 回到一个水防没有打动 居若上来之后 一上来这边Dream没有 这边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差别的闪现Q非常的果断 对 但又在这边想一下 又在还想回头反打 的确带死血可能 持续的一个伤害不够高 在这边反了一下小孩的眼之后 一个精华瞄解 最后一发普攻 唾辞了小孩 应该是这边巨魔也先过来 ROKE先过来帮忙 姿态这边还想要反手 是配合ROKE 下路这边还有机会 我们右镜头回到了 上路这边的一个对局 那下路这边 UJI有点危险啊 回头要反打 直接反杀了 危险游戏回了一口血 这边TAMI应该走不掉了 TAMI开始攻速的加成 以后剩下最后一下普攻 A的出来了 哇 反手TAMI的Q进行 冷却好啊 哇 下路这边的火拼 非常的激烈啊 这边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波 但 UJI刚刚这边也没有想到啊 刚刚那个盾开空了 所以如果留一个盾 可能这波塔比就交了 就的确这样的一个 顶尖对决里面就 我们可以说 就RNG的一个下 从UJI加入以后 这个下路线 完全跟之前春地赛的 一个下路线 是不同的一个风格 就打得太重了 其实前期的话 如今对平一波的人地 的确要比这个 希伟尔要强 包括希伟尔也是带的是一个嗜血嘛 之前也说过 然后相对的这一波 能够反杀一个 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后面稍微瘫了一点点 就差一个大概 一毫比的身位吧 就能够A到了 刚刚其实有一个瞬间 是都已经抬手了 但是那下抬手 没有把那下普攻A出来 很满伤的 前面的第一波时间的比拼 其实已经很精彩了 包含Mata利用闪现 躲到草丛的视野 然后Tabi的一个果断闪现 增强Q 以及就后续来说 正常来说 自己的辅助倒下的时候 ADG会选择回城 就是不要再以一打二 但小左那边的一个操作 就有机会把这个 一打二的机会打出来 对 如果能杀掉的话 周路很凶 Tabi过来帮助 一个大陆练到的小虎 小虎的位移还没有交 一个杀兵还来不及一 定时的时间还没结束 就直接被KID给杀了 刚刚是没有杀兵的CB吗 应该是吧 可能Q进的 在Tabi的进的 他双招也没有 他双招也没有 所以这波还是很难跑的 那三拨应该是要把这个 兰高辅私意给收掉了 Tabi想过来抢一下 但是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双招是交代 刚刚兰Buff的那个攻防吗 对对对 我记得Mobi没有带到 这个双招是什么时间点交的 当然刚刚RNG虽然在下路打出一块吗 诶 这边要遭遇 遭遇两边都有睁眼 对 咱已经看到了 想要过来 能不能够蹲到人 这Mata这边还是没有过去继续探寻视野 想要蹲一下 其实这个眼差的比较深 已经看到了比较多的东西了 来 而且现在是 KID是飞天过去吃这个双十的话 应该再过来的话 还是会被眼镜没看到 对 这边下路 尝试一波 哇 这个一瞬间就死了 Luki也没有闪现 刚刚已经用过了 山坡这边已经是 触到了战士的打野刀了 伤害很高啊 这边下路又是劈起来 打得很凶 Mata的水炮没有中 Mata的水炮没有中 Mata的血量有点低了 现在等级是落后对面的三十八一级 所以消耗能力可能现在三十八要更强一点 UZ上去也拼一波 挡掉了对方的Q 回了一口蓝 现在只要RNG的双人线 不要同时被增强Q给Q到的话 且这上面就换起来并不是劣势 对 勾住小五是成功的变合打野 击杀掉了对面的中单 也顺利的把中单给拔了 对 这把可能 对于IG唯一前期换人头不大好的一点 就是人头都是给到了辅助 对 AD这边没有人头嘛 对 都在卡尔玛身上 现在马拉小五落个粉身 这边再抓一波 又是一个飞 飞进去以后大招被定在塔下 小五这边好险没有承受塔的一个攻击 上路的巨魔也是传送过来 Rookie只能反反正逃跑 蜘蛛也要过来拯救一下中单 哦 这边是Rookie已经跑到了对方的蓝区了 对 开了几跑之后跑得真的很快 非常快 这是一个剑步如飞的一个维鲁斯 下路的ADC又要来正面黄船单挑了吗 UZ收了一个捕锅 两边同时叫治疗 又现在剩下一丝血逃到了塔下 那边好险马拉是急迟地过来 阻止了Renee的一个露西安的追击 是的 少打了一下普攻 刚刚有点惊险 那这边围鲁斯漏过来了 Rookie突然到来 一个Q进来打起来的马拉 马拉闪现过还是被裂在原地 之后由Rookie跟上了一个普攻拿下这个人头 是的 马拉这边就是省了一个虚弱 虚弱如果给到辅助的话 可能他闪现上来这个链子可能会被打断 可是讲道理这个Rookie刚刚不是在中路二塔被追吗 怎么会 对 他到了地球一圈在下路来做了一波gunk 这个真的是劳动大开 对 这真的是感觉RMG下路完全没有料到 怎么会是一个中单过来支援 对 就原本已经以为Rookie要被包夹了 就已经回城了嘛 对 就在对方的篮区找到一个机会 然后回城了 就看起来这个起跑的一个维鲁斯效果还是蛮独特的 这些正常来说的维鲁斯支援能力没有那么好 他就在中单一直想办法压制住沙皇 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工作 那这把小虎配合马拉香果已经是打了Rookie的维鲁斯拿不到优势 这前期就把维鲁斯的节奏给压下了 其实中西这边暗击的阵容就靠维鲁斯的一波发地 然后利用出现了一个强势器能不能够打得优势 所以相对的有一个卡尔玛配合这个中单的维鲁斯进行破课的话 还是收益蛮高的 对 主要的中路的一个劣势应该是在第一波蓝区的一个路清 其实RGB是打出了一波一换二 对的 包括这把其实MATA的一个发育也不真好 这东西的蓝量可能不多 而且下路线暂时是因为打野都过来光过 而且视野这边都做得很勤 所以没有再多的火瓶出现 其实这边UVA还是更多的发育一下吧 对面毕竟是现在下路算是数一数二的强势组合 就前期带一个支血去持续的对拼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 但感觉你不太能叫一个小狗去发育 就他有机会 他就跟MATA找到机会的时候还是会上去跟对方刚 他跟MATA就是一件组合到下路太刚了 对 这个劣势组合我也不一定要打得熟 那这边是因为中塔已经拿到 对于RNG这一把来说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 提早的拿到了维吾斯的中塔 是的 这边IG虽然是拿到一个强势组合 但是打得也是非常不错啊 下路也没有占据下风 就虎刀被稍微压了一点点 就你上来跟我刚 我也是完全不懂你 现在视野做到了对方的红区 会让小孩这边的一个蜘蛛 可以得手中单 中路的一个机会变得很低 现在就只能围绕下路线了 对下路的视野倒是曝空的不错 但是可以看到RNG现在不大给机会了 而且主要也是因为 马拉翔过这把的一个男枪 前面的一个雷霆的选用 是打出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节奏还不错啊 然后这边又是来到中路 可以看到刚刚小虎没有选择上去推 因为有闪现的 对而且后面眼睛看到了蜘蛛就在不远处 对 对 这边这个回堆是主动出击是没有必要 因为香锅没有闪现嘛 后续的伤害反正跟不上 所以稍微的帮助中单推一波先之后 然后拿个蓝buff 对 可以说为什么KID现在连下路河道的那个视野 都不敢去亲的原因 就是他现在如果主动的去出击 遇到一个马拉香锅的反蹲的话 打破 对 这把节奏可能就要整个被打崩了 对 主要是也许遇到打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香锅这边等级领先嘛 装备也起的蛮快的 有一个隐魔刀 这个隐魔刀的单兵作战能力 也许蜘蛛遇到是真的很难受的 对 还是没个大招控住 然后逼出一个进化 然后后续可以看到香锅也是过来保驾护航 也没有找到 互相找到机会 就用一个大招去逼掉一个进化 相对大招的设计要快一点 就跟下一波小猴能不能够配合Rookie找到一波智慧去击杀小虎 Rookie这边更多的是 面对对方双个人 两个人过来想要夹击他 他先手一个大招 先把小虎的进化给逼了 而且血线也打得非常的残 小虎这时候再飞过来 很有可能知道一个QE就直接倒 Rookie也是把中路线给稳住 补刀这边是没有落后 等级上面是落后一级 大概半级的经验左右 那第一条是蜂龙 两边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争夺意图 上路这边 芝刹也是慢慢的稳住了 虽然刚刚一开始在上路被 Gank了一次 然后蓝Buff的那波去血防也被击杀 但两个人头的落后 并没有让他的面对巨魔 是陷入很大的一个劣势 两边的节奏慢慢稳下来 两千块的一个优势握在RMG手上 下路这边的确是Marta 找到机会就要上去换对方的血 这边香果跟小虎是先行做了第一条亚龙 Rookie这边传送过来 长情示范想要守一下配合队友 这条蜂龙也不放 感觉IG杀意一绝啊 就想要直接刚正面的 那这边过来这个传送交的也没有意义了 出的位置太远了 对 这边还是Rookie掉这条小龙 在这边IG已经知道 射手回去上塔的话 亏得太多 进来这边蹲一下小虎 小虎落得比较远的位置 从三昂这边持走过去 会不会被绑到 哇 这边进化已经没了 而且Rookie之前已经反应过来了 但是小虎有闪现的没有交 他第一时间想用位移去 位移到塔下就安全了 就还是省一个闪现 那这边一波节奏可以看到 IG虽然说掉一条龙 但是击杀到了小虎有机会打二塔 这边是除了卢西安外 四个人抓到了对方的中单以后 把杀魂的外塔给拔了 而且Rookie的一个 维鲁斯的Q技能的一个 穿着箭的伤害还是很高 别跑了生活打盘 其实还是亏了一个塔 这种中路的两座塔都掉了 那现在就要 就是IG的一个 副空视野的一个时间了 但上路这边是被 Loofer一个人单带 巨魔带掉了上路的外塔 就整体来说是 RNG这边亏掉了一座外塔 对 亏一点点 但刚刚这边IG做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 就因为传送的一个时机 的确支出太远 但后续来说 蹲到了一个小虎 还不错 这小虎的一个闪现 感觉是刚交了以后 可能连外塔都不一定会掉 这边下路也是打的比较凶 这波是 如下的一个强势期啊 已经做到了幽梦 Rookie这边也拿到幽梦了 但是 但是也没有占到太好的一个优势 这边可以看到 利用纳美的一个回头的加血 然后一波反打的话 也没有能够 在线上做到压制 在RNG这边故技重施 又是三个人过来先守对方的蓝 因为中路的维鲁斯先被推 而且上路这边 艾克也是回退了Lupo刚刚顶到的打 前面的一个兵线 只有一个支柱 所以KID这边放掉了蓝巴粉 下路这边 Rain直接开启 幽默 一个伸张洗礼吧 他没打得很残 正面的 徐洛将W同时交 逼着UTI交出自己的一个闪现 但下路 包括Mata这边的一个大招和水炮同时命中 但没有输出 所以对于Tabi跟Rain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威胁 现在卢仙的确是出到幽梦了这一波 你不得不服 还是得尊重一下 就等于正面的一个火拼 最后是IG赚了一下ADC的一个 UTI的一个闪现 是的 在这边UTI其实也没有亏太多了 亏一个闪现和大招 然后相对这波兵还是能够脏一下 那这边两个人想要再逃你蹲一波 有能不能找到机会 就看UTI探不探兵 如果探兵的话可能会早 来选择了回城 很稳 因为刚刚芒娜小谷过来掩护的时候 没有看到对方双人线 不确定对方是否回城 那边红buff的一个冰冰 没有抢到 大招过去的TID已经沉掉了 正面Luper是一个人在凶两个人 对Luper这边是出的一个贪欲的角度 很贪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只有 我感觉只有Luper敢出这样上端比较凶的 一般都是出剧型嘛 对 就毕竟他现在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那现在拿到了中路有圆盘的一个冰线优势以后 赶紧跟麻辣香过去 在这个峡谷前锋死亡之前把这个BUS给拿到手 对 就是 再拿一个峡谷前锋 等会又可能会成为了巨魔的一个个人秀了 对 就包括昨天的比赛也是 马云在拿到优势之后 然后后期就一个人带塔 你根本管不住 所以就是有巨魔的一个层 但你就先掉一路高距再说 对 这一把虽然刚刚IG成功的找到一波节奏的机会 把对方的二塔给拔了 但整体来说下路的一个优势并没有打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进入到RNG的双膝发育好一击 是一个魔伤 但是爆发浮处 只有AOE还是缺的 就巨魔现在第一件装面当然因为打艾克先出了一个斗篷 待会把自己物防装补上来 后面就算参团 ROOPER感觉也可以正面的就把威露斯跟露西安给逼退 是的 他只有了这个幽魂斗篷和这个贪欲的九头蛇 他在线上有一个补给能力 艾克就基本上打不动他了 艾克基本上是两个传送回线上 就包含大招 但还是打不过就回复能力顶级的一个巨魔 现在是已经拿到了中路的优势 RNG接下来的一个攻防会着动在下入这个塔的一个掠夺 以及下一条小龙 小龙时间还有一点久 更多的在红区里面蹲一下蜘蛛 其实这把海神的压力很大 对 前面过来 直接打到墙上一套 哇 这个伤害 直接打传 大招等一下飞天 下来的时候大招直接 不用大招啊 就等到落地 大招很有可能被闪现躲 哇 这个伤害真的是让师徒一点办法 来不及 来不及 那这边给上一个虚弱 并在一上去之后 后面一个巨魔过来了 一个字封一下 小龙也赶到 小虎一发 直接飞过来 飞毁了AD 下路拿到两个人头 双人柱撞伤交病 这个也是一个 野区被抓了之后一个连带的反应吧 就是KID这边一倒下的时候 双人线只要还在 直接跑了 对 对 没有必要再去一塔对拼起来 有点 不大明智啊 就刚认识想法应该是我正面先把一个辅助给击杀的话 就有机会化解掉这个夹杀 对 既然队友这边出现了就被抓的一个情况 还是多多的要减少一下损失 这个损失就扩大了有点太过于不能接受了 但雷底男枪的一个伤害的确现在的版本是有点夸张 尤其现在的就带雷底的一个男枪都会在赌上这个引魔以后就直接出一个幽梦 对 就其实蓝枪的一个出装倒是比较多变嘛 也有可能会补一个幻影之武 或是补一个火炮都有可能 之前版本的幻影之武比较多 现在越来越多看到是幽梦的一个选用了 是的 就因为有甲团和攻击并嘛 就拼的是第一套伤害的一个爆发 对 持续的追击能力也不错 反正各个装备有各个装备的好处 这边一个闪现Q 没有炮到 但是后续这边小谷直接连着 直接在一个E上去 再加上Q加上反打 哇 精华已经用过了 这边被闪现逼出来了 好险是塔比这边再一个Q 闪现Q没有打中有点可惜 那凤极这边香波也包过来 先打残了Roki 回头再往手绕 在这边三个人也不管过来包他 因为他现在战斗能力太强了 又是一套雷体直接带走 又是同样的一步 哇 香波这边真的 今天寻将军出群 感觉是碰到了难题 对 寻将军在陆地上面 可能会被香波压制一些 对 就一直遇到对方的一个 这个男枪刺客 两波都是T在自己的红区里面 因为视野了一个缺乏 这边又赌到了一个塔比 刚刚闪现交过了 被巨魔打了一套 在香波这边有点伤 直接被一个身上级力给小奥死了 在这边继续在追 追的是一个Loper 在这边打了一个不面 往前 隔墙 回头开一个W 这边蓝帆夫稍微卡了一下 这边也够不来 这沙皇主要是一个沙兵 配个蓝帆夫在这边卡住了IG的位置 对 这边Lookie拿到了蓝帆夫在正面来说 小虎直接站一套 进军之墙配上沙兵 跟上的伤害秒掉了 故意有他的Lookie 小虎这边有闪现也是稳重没有交 因为看到他比开了一个大招进化的一级来 前面在小虎这边也要的KID给 小虎这边是想要反打一波 但是伤害差了一点点 对 就差那么一丝 对 哇两边打得好激烈啊 一直在打架 都一直抓着对方 就因为前面的战斗爆发的有点多 然后抓一下C位回去 补兵的那个路线 两边都有蹲点都有成功 对 看一下这一波小孩能不能够趁着 RNG回家的时间拿掉这条小龙 有点蓝啊 这边运下来 有卢西安的伤害应该是来得及的 对 可以看到刚刚Mata是回城了 也没有察觉 那这条龙 土龙 就两边其实都可以接受吧 就IG能够顺势来一条小龙 然后RNG觉得放掉一条土龙也可以 可以 下一条是蜂龙 但RNG这边是已经补好了状态 想要打大王 看有人在点 已经直接要打了 直接要打了 现在IG的一个视野是在蓝区 完全没有视野 过来的湖中心有点担心 先用一个蓝视频 看到了 大龙霸佛血量剩下4000多 小五在上面利用沙皇 平凡的一个输出 来不及阻止 这边姿态过来 W是没有办法抢这条大龙 RNG拿到了大龙 反手还要来开 KID的位置有点危险 好且用飞天扫演的一个方式 但是UJ在后面是被Roki大刀之后 配合卢健一个现场级体 直接击杀 但后续香锅这边 配合辣美的一级人上去连住了姿态 但是还是有点打不动 但后续结果丢掉一个人头之后 直接立马要觉得 先要撤退一下了 RNG刚刚放小龙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果断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阵容 在20多分钟的时候 打大龙这个数字是非常优的 我觉得是因为蓝场这边太肥了吧 有一个幽梦 开启幽梦之后打大龙 这个大龙的血掉的太快了 对 后面还有一个沙皇 而且他上那也是一个巨魔 本身打大龙的速度就很优秀 对 这把巨魔又是出了一个速度装 对 然后抓到一波很好的机会 对 主要也是因为上一波的攻防 就是入侵对方的一个蓝区 所以他们在视野上面知道之后 IJ还没有一个时间点 因为他们应该是知道 蜘蛛这时候过来搜了这条亚龙 而且地图的资讯也告诉他们 代表他们没有时间 浮野去整理自己蓝Buff的一个视野 对 真的 香波这把在野区 的确是让蜘蛛将军有点难受 对 就5-1的一个数据嘛 这把的确是压制住了 就近期表现蛮亮眼的一个小孩 对 接下来的一个节奏 虽然Lookie这边是有抓到一下 刚刚UTI的一个走位的一个失误 用大招把他给击杀掉了 但整体来说两边的打野的一个输出 在这个时间点会让IG是一个三合 但是IG这边其实KID的一个作用 在团战的作用 就只有一个节俭的一个影响而已 就大后期来讲 可能蓝枪是要比蜘蛛更厉害一些 对 现在如果要正练打传的话 就要看姿态能不能用W晕到多了的指标 但这个难度很高 就是现在毕竟对面有龙buff 还有包括蜡有恢复能力 就包括维路斯这个点也不是很好发挥 但装备也不是很好 就现在像沙皇这样一个守强的英雄也会发挥作用 现在身上已经补出了兵杖了 而且能够连着人打了 对 看呀这一波要上高地 就到了一下马塔 但原地给了自己一个W 对 这边可以看到香波士先手给了一个大动场消耗一下 然后被这边他比进化的英雄是技能给稍微抵掉了一个很多的伤害 对 没有打出一个 对 就放的实际上都不错 想法是很好的 如果打到了C位直接打掉够多的血量 然后小虎再用杀鞭戳个两下 可能对方就要替上肚子的高地塔 对 就现在其实这个上路高地可能有点难推 还是先 对外塔有一些想法 对 就更多的把三线压进去 然后掠夺对方的一个野区 就大龙的 就这么找了一个大龙 因为已经二塔只剩下下路 所以本来上高地的时间有点过早 所以压制一下对方一个野区的一个基础获取就可以了 对 包括现在他们的一个意图就是直接想要让Loper单待 然后利用这个龙puff去把下路的二塔给带掉 这是最后一座的高地外的一个IG塔了 要怎么守 在防守上面来说 要看一下维鲁是Luki这边的一个子路 这边先蹲到 小虎在旁边有麻辣香锅 只能稍微消耗一下 打掉半条 对 小虎这边也是先用一个杀鞭戳的草 那上路这个高地塔就是被搏掉了半选啊 那姿态完全呢 Loper没有办法 的确是艾克到了后期 打巨魔太难打了 对 根本打不动啊 就巨魔就一直利用小兵回血 你都已经是够呛了 现在已经是利用Membe的回复 把小虎的状态稍微拉抬一下 这个下路的二塔许量不多 马拉小虎直接快速拔枪上去 一个普攻带掉了下路的二塔 是的 RG想要上前去开巨魔团 然后被一个Loki的大招给阻断一下 这样下路身 确实的也是拔掉了二塔 现在经济是来到了七千块 这波应该已经是要整装回补了 那哇 这个蓝buff被偷了就有点伤了 在Luper走之前还偷一个蓝 虽然刚刚维鲁斯赶到Loki的一个Q 还是慢了一些 维鲁斯还是非常需要这个蓝buff 现在他是这边IG防守的一个中奖 现在Luper对于IG来说 的确没有太多的一个处理手段 NG现在的一个经济优势是体现的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马拉香锅这边是放弃了大野魔刀 直接再出了一个多米尼克的领土的问候 就完全是打一个穿甲爆发一套伤害 就现在小小孩再继续在野区里面遇到马拉香锅 都有可能一套直接带走 对他其实就是想要打前排嘛 就把在这边直接打散 所以我选择一个红色的轻鱼 也是有所想法的 小虎拿到了三件套 那现在Uzi也拿到了三件套 现在RNG是很有可能不需要靠着一个大龙buff的一个加持 就能来压制一下 中路的二塔还在 就RNG这边比较缺缺开团 现在香锅的一个输出也补上来了 所以小虎这把出杀落的意图 就是想要去先手推人了 就很难受开团的一个用途了 对 所以现在给IG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多了 就下一波龙刷新之前 大龙是拿到了三千多块的一个经济原始 就之前也看到了RNG这个阵容打龙是特别特别快的 就即使没有三万亚龙的一个加持 但有一个输出型的一个男枪 就在红区里面找一个机会 对方是IG是集结过来 想办法靠近一下这个小龙池 小龙也是一样刷新 虽然说属性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也是成了两边争夺的关键 对 因为接下来最后 待会就要刷新远古巨龙了 对 现在还有红巴斧 可以看到直接反掉了吧 制作到了香锅的手上 香锅这边红巴斧是刚好刷新的 但也被稍微消耗了一下 但有纳美在后期的一个价值是很高 对 反手直接开了幽梦 秒掉了这条轰龙 上路巨魔 这边依旧没有人去处理 现在是鲁皮绕过来 有要抓的一个意图 正面来说姿态先留人 DW能不能晕倒 晕倒了 后面蜘蛛烙背 这是三甲一 鲁皮能走掉吗 先搅了一个闪线 脱过了鲁皮的一个射程 在剃着这边的一个包夹 鲁皮也是交出了自己的大招 哇 现在是五个人 这真的是一个失的兵力了 一个死兵步吧这个 太多了 那可以看到下路这个高地塔 收到了威胁啊 对 这跟上一把的结束有一点像吧 就是 你抓一个巨魔复苏的代价 往往就是一个鞭塔 生自己的极力随机 对 就小虎这边也是抓住了机会 一个沙皇是一个人在这边偷塔 对 还是利用一个高法强 和他的一个攻速被动 推塔推的速度反快的 虽然说现在没有 搭配不能打塔了 但是 推塔的速度依然是非常可观 对 当下路的兵应该是兵量蛮多 而且他自己后面可以盖圆盘 也可以掩护自己撤退 对 这样的话损失一桌高地塔 抓死一个Loper还是亏的 就这个高地塔 那待会Loper就会来到下路 去推这个没有高地塔的绥巾了 就对于IG来说并不是这么赚 因为你去抓这个Loper的原因 就是要禁止他把上路的高地塔给拿掉 但其实你付出的代价是下路的高地塔 对 好 这边可以看到 RNG已经是准备要在大王附近做一些视野 甚至说做一些事情了 就想要继续去把这条大王的雪球给滚起来 他们这个阵容打大王实在太快了 但IG这边的视野其实也布的蛮多 对 但是现在经济差距已经是到了一个9000块的差距了 对 所以现在正面打团 可能IG很难去跟RNG正面对抗 IG这边连阻止对方拿视野的一个机会都不多 但这样就靠着Lookie的Poke能打出多少的一个效果 因为只要能消耗掉Mata身上的一个蓝号 但Mata这边已经有了干锅了 回蓝是非常多的 对 但这外面这个眼睛还是贴在龙坑外面 没有被真言给扫到 这个眼睛会成为待会比赛的一个伏笔吗 就这样的一个 就对方可能已经亲过视野以后 待会RUSH大龙的时候 就会误判了对方其实的判断时间 他们能够掌控附近的一个视野 也不会就是不理知道被对方给 就是你强打大龙被对方给团灭 所以这个演的时间也快结束了 现在就是等队友来过来继续悟空视野 也等下路这边LOOKER顺利的推进到塔下 对方的高地水晶塔下 稍微的骗了一个对方的洞察 这边还是让LOOKER一直在带线 就用一个4-1分推慢慢去消磨对面IG的一个高地水晶 所以现在姿态不大打得动这个LOOKER 这边的姿态是完全没有办法撼动LOOKER LOOKER直接上来硬拔 我怎么觉得这一步我见过 好像直接看过 这边小5被打财以后 RUN找到一个机会上去 但是后面差点也感到了 而且自己身上小5是有一个治疗的 踢在这边闪现躲过水炮 这边蓝BUFF重生 这个蓝BUFF有点躺着挨枪的感觉 RUN这边是强行的抢掉这个蓝BUFF 但下次LOOKER已经推掉了水晶 与此同时RUN这四个人直接开始了大龙 而且满达到这个野生的位置 对 看下去过团队怎么样展开 这边四个人还是上去逼了一波 逼推了RNG 打大龙的意图 这个眼睛还是起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对 下路的水晶推掉了吗 推掉了推掉了 推掉了推掉了 然后这边是可以看到RUN回来回防了一波 把LOOKER给杀了 对 击杀了LOOKER 但LOOKER这波已经是尽到自己责任了 对 我觉得是我看到了昨天那个 SNAKE打老干爹的那场 一波一样的画面 一波一样 今天其实第一把也有 第二把也有巨魔嘛 但是他对战的是一个小鱼人嘛 对 就比较对抗性还有的一只英雄 对 打艾克感觉艾克真的是拿他没辙 那今天艾奇想要见洞大龙 但湘默已经早早的蹲在了草里 湘默已经就定位了 但是 打得太慢了感觉 现在AD终于赶到了 上单也赶到 五个人还是 SUPER这边还是不在的 所以只能看忙了 效果能不能起得起 下去了 这边大楼还能见过力气 哇 他还是抢到了 哇 这条大楼对于 艾奇来说太伤了 小五进场 已经拿到了一个三杀 有没有机会打一个五杀 这边已经四杀了 姿态一个人 啊 这边应该是Q缓一下 有没有给一个国际领 啊 小五在一个流动 已经上来 闪魂 快速到了 一进到魂山又新生 RUPER这边能不能留住 姿态有一个闪现 闪得很老远 哦 这边应该是拿不到 对 小虎非常强 这个五杀 啊 姿态不给 啊 这边RUPER说不行 啊 你出来会得很得欢 你必须死 这波姿态可以上墙啊 再一个1 哇 RUPER这边有闪现可以跟了 赶紧找团充 哎 团充这边UES找到了一个 没有写的姿态 杀到了这个团面 哇 小虎这边走过来说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这个五杀拿不到了 呃没过没过 在辅助没有复活的时候 杀掉这个人就是五杀 所以刚刚小虎 你错过了这个 从第二枪的五杀 错过了错过了 哇 这边一波RNG 顺利的拿下来第一场比赛的顺利